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生命恩传》 《生命恩传》这个节目讲生命好理所当然 生命很奇妙的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 疾病是可能令我们离开的其中一个方法 但你也会面对过疾病的 有时也挺惨的 当痛苦到一个地步 自己不想生存 有些人会提议 不如搞一样东西 让他离开这个人世 我们叫他做安乐死 当然天主教会是绝对不认同这个方法的 原因何在呢? 有什么基本的理论去支持这个观念呢? 我就答不了你了 但今天的嘉宾可以为你提供一些意见 因为他是来自香港圣神修院的伦理学教授 同时亦都是香港天主教教区生命伦理小组的顾问 我们有请吴志芬神父 吴神父 你好 说回安乐死 听起来的名字好像很漂亮 安乐地死去 但其实实际上的意义是什么呢? 为我们来说 如何才叫做安乐死呢? 我们就认为你故意有所作为 或者说故意有所不为 而这些作为或者不为 都会导致一个病人死亡呢? 这样才叫做安乐死 那要说清楚 有所作为 就是说你主动地 比方打重麻啡针 他痛的时候 通常你止痛是一个分量 你想他早点死呢? 你打重 有人说他大概打了十倍 他就可以立刻死亡 中毒而死 就是这些有所作为 就是commission 你就弄死他 让他早点离开 解脱他的痛苦 有所不为 即是有些事情你没有做 亦都可以导致他死亡 比方你不允许他喝 不允许他 不允许他 你不允许他喝 不允许他喝 你二十多天都会死 即是有所不为 就是你故意这样 这样停止使用一些 很尋常的维生方法 导致他死亡 我们都认为这种叫做 安乐死 有时 如果生命去到尽头 你故意用机器去吊住他 拖住他不走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生命已经去到尽头 因为今天医学发达 你是可以拖长 你很长的寿命 我们认为 当我停止使用这些 很不尋常的 维持生命的器具 这些这样的东西 你停止使用 并不构成 安乐死 我们不叫他做安乐死 外面的人 可能叫他做消极安乐死 所以有时 交谈上来有些混淆 其实我们不是什么都反对 而是很清楚 有所作为 有所不为 就是说 你停止使用那些 尋常维生的方法 导致他死亡 那也叫做安乐死 当我停止使用那些 很不尋常的 根本是让他自然死亡的 这些不尋常方法 我们不叫做安乐死 所以我希望观众 对这个问题 首先要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有时我们都认为 没有需要继续用机器 维持一个人的生命 比方我有一次收到一个电话 一个教友打电话问我 就是说 医生跟我说 我的妈妈 没有需要继续用机器钓住她 你不如让她早点走 她是不能回头 我说我要看清楚那个情况 我们就上医院看 我看到她是用机器钓住 心肺跳动 纯粹都用机器 那个脑已经宣布死亡 脑死亡人应该去死 你用机器钓住她 继续呼吸 心脏继续跳动 做什么 我就告诉亲友 在我们教会的立场 停止用这些机器钓住她 不是安乐死的 你不需要任何不安 以为自己 好像令到自己的妈妈死亡 她听到我之后就很安心 就同意医生停用 医生就很好 那个医生知道我们是教友 你为你的亲人祈祷 祈祷完不管 你请你出去 都不用三分钟出来 你回到她去过身 其实大家知道 就好像眼灯一无电 眼灯就会关掉 她已经是应该走 你为什么用机器钓住她 这种我们不叫安乐死 所以可以安心 如果医生提议 她已经是无可挽回 她已经去到生命的尽头 叫你停止使用这些 不尋常的机器 你不需要不安 但总是想看回 就是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不支持安乐死 我们反对安乐死的主要理由 就是认为 生命是天主的恩赐 生命的出现是天主给的 天主既然是人生命的主宰 何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都由天主去决定 我们不取代天主的地位 我去决定何时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 反对安乐死的理由 我们不是生命的绝对主人 我们是天主想赐生命的保管者 我们有这样的分别 既然生命是来自天主 用天主去主持 但我想跳到另一个范畴 当然如果作为家人 突然间发觉自己的家人 病了很多年很辛苦 辛苦到他自己都没有意志 再生存下去 我们希望他安乐些 虽然教会是不同意 但有时看回他们的思维 都仍会同情他们 但有很多时候说到安乐死 便会跳到医护人员的决定 因为我们普通人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身体如何运作 究竟在医生的范畴 这个病人是否去到最终的时刻 我们完全不知道 医生会比较我们知道 多些这方面的资料 假设医生真的说 这个病人不能够 将他了解生命 用我们平常的述语 其实可能也会衍生到一个什么问题 的确 这个病人去到什么阶段 是医护人员的决定 他们有专业 我知道有些医生有时教我们 就说你想知道病人 什么时候真的去死呢 你就数他的脈搏 跳动多少下 如果他的跳动越来越少 就是说他正在去 的确将生命去到时 你给什么他都没用 这个时期你停止什么 都没所谓 因为他正在去 医护人员是很清楚的 如果他们认为 去到这一刻 这个病人是在去 他不再给他 我们都会同意的 不过要很小心 如果未去到这么厉害 生命快就来完结的地步 我们不可以主动地 结束他的生命 我同意 很多时候 赞成安乐死的人 都不是黑心的 都是愿意这个人 这么辛苦 不如让他解脱他的痛苦 但以我所知 亦有很多研究显示 很多要求安乐死的人 就不是身体上痛苦 痛到他难受到这么紧要 而是要求立刻要死 因为我曾经问那些医生 今天医学这么好 指痛有没有困难 他说指痛没有困难 打麻烦痛针 指痛针 打麻烦 他就不痛 但是不痛 始终搞得我稳稳稳稳稳 我始终会醒 醒了之后又痛 又再打 他觉得这样生活是没有意义 他再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想早点结束他 这是很多要求安乐死的人 那种心态 就不一定是 肉体痛苦得那么紧要 肉体的痛苦是可以指的 而是说 我看不出生命 就有些什么意义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要求 但是为我们基督徒 我希望基督徒 从信仰上面 找到一些力量 为基督徒 痛苦的生命 都是有意义的生命 我们认为 没有一段时间 痛苦是没有意义的 即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认为 包括痛苦的时刻 都是有意义的 这方面我想了解多些 当然教会一向都会宣认 痛苦有意义 整个生命有意义 或者尝试相过目光 跳回到病人 尤其是对于一些 可能是长期病患者 现时的科学 根本上他们对于 传预 离开医院 完全是没有希望的 心理的痛苦 生命的痛苦 已经折磨得他们很紧要 但是你还说 他们的痛苦 就是摊在床上 什么都做不到 你知道人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要亲手做些东西 就算你说 整个人三文字 我都要切到面包 手脚又不能动 摊在床上 完全只望着天花板 什么都做不到 心灵很痛苦 肉体很痛苦 这样的生活 怎样说也有意义 有时的确需要从信仰的角度去看 为我们基督徒 你说耶稣基督三十三年 在这个世上 哪一段日子是祂最有意义的时刻 很多人都会说 祂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 祂通过痛苦去救赎 让人感受到天主如此爱祢 所以耶稣痛苦的时刻 为祂来说 能够是祂生命中最重要 最有意义的时刻 这些很难用理性去告诉别人 是从信仰的角度 我也接触过一些病人 他的确是从信仰中 找到很大的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痛苦 我去医院探过一个患血癌的女病人 为她送圣体 她当时已经去到末期 但她很乐观 不是乐观自己会痊愈 但对生命在这样的时间 就来面对就死了 她还是很乐观的 我去探她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 这个病房哪个是教友 她还关心其他人 很有活力 你觉得她不像有病 但她在两个月后死了 我问她一句 你觉得现在你的情况很痛 她说了一句 出自信仰的 我永远都记得 她就说 基督为我受那么多苦 我这些算是什么 大家都是痛苦的病人 为什么有人可以这么乐观地去面对痛苦 面对死亡 但有些人不行呢 这个我就觉得 信仰是别人一个很大的支持系统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 每人都总有一天会病会死 到自己面对痛苦的时候 希望我有她这么大的信德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家人自己的心态 不忍心见到自己家人受苦 代了他们说话 其实如果用这样的理据 来容许安乐死 可以看到可能会发生的 一个什么严重的后果 即使我们撇开信仰的角度 如果有了安乐死的话 有时会产生更大的争议都不一定 现在大部分医院因为没有安乐死 你要求医院不会理你 还好地地 如果有了安乐死 而安乐死已经大行其道 形成了一种文化 一种死亡的文化 即使用死亡去解决问题 这些文化 会产生家人和病人的关系更差 即是说 你如果自己是家人 希望他早死 可能病人不想治 或者说病人想死 而家人又不想 结果无端在那段时间加了争论 或者说家人里面有不同的家人 有不同的看法 又有争论 这些是破坏了病人和家人的关系 家人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安乐死大家都没事 你不需要提 医院不会跟你做 有呢 真是很大的问题 还有我也听过 有一些人士 他们之前安乐死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从人性出发 另外就是从资源出发 因为社会资源有限 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医疗系统 永远都不够钱 无论你身处在香港 或者我们身处在加拿大 你发觉每年的财政预算案 总是发觉 希望撥款到医疗系统那里 但又不够钱 如果有些长期病患者 因为他们没有了一个传誉的希望 但又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不是到最后的关头要拔头那些 好像被人感觉到 去继续维持他们的命 其实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 其实从这方面去看 因为我知道你是医疗伦理的专家 其实出现了什么逻辑的谋误呢 碰到这些问题 就是说 谁的价值更重要呢 如果你认为 经济的价值 比人生命的价值更重要 因为不符合经济原则 你这样拖住在那里 阻止地球转 你最好就离开 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说 一个滑波的原则 什么意思 即是说 如果你把生命放在一个很危险的边缘 你认为安乐死是一件好事 为社会 为什么都带来好的事 有这么好的结果 减少很多经济上的负担 这么好 现在很多地方有安乐死的 都是你自己主动要求 才会实行 如果你认为安乐死真的这么好 你能够为一些自己不会做决定的人 为他做的 他没有要求 你都为了这一件事 结束他的生命 为社会的好处 你们牺牲一点 构成一个挺不好的心态 挺不好的对生命的看法 生命就再不安全了 今天就是经济的理由 并且有其他的理由 就可以结束人的生命 世界大战的时候 希特拉曾经做过这些事情 希特拉为了省资源 他是曾经下令 将一些等死的 但又消耗资源的病人 拿去安乐死 当时未有这些安乐死的法例 但希特拉什么都可以做 他杀害不少这些人 认为是浪费政府的资源 所以很危险 这个一开始了 认为经济的价值 更高 高于人的价值的时候 你不幸運 可能最初找一些 最等死的病人 不能治好 安乐死 遲些能够再推远一点 将这个范围扩大一点 听完你说 令我突然想起 可能衍生到危险的问题 就是 照计人应该人人平等 不理你的肤色 不理你的信仰 不理你的性别 甚至你的财产 正因为你的健康情况 而好像被人分得等 这个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危险 是的 不应该 好像健康的人大了 有死的人又大了 你有病的人 现在不轮到你生存 谁去决定的 很不公道 如果人人平等的 健康的 或者说 没有那么病重 和非常病重的人 变成分得等级 你歧视那些病得久 又不好得回的 想结束他的生命 但如果当你法例 容许到安乐死 难保那些人 可能用多一个特别的藉口 来去了见一个 不应该死的人的生命 最好很多人去了荷兰 去做研究 因为荷兰容许 很早期 已经有法例 起码不追究 已经几十年 70年代已经给了 所以很多人去了荷兰 去做研究 荷兰70年代 不追究这些安乐死的人 都有条件 就是说一定要这个病人自己要求 一定要这个病人很清醒的时候要求 持续地要求 这样才和他安乐死 但是研究结果就发现 原来在荷兰安乐死的人里面 有百分之十五 起码 并不是符合这个要求 即是说不是他自己要求 即是说某些人做了 那什么理由我们不去追究 即是说一个荷兰 这么开放 这么自由 福利这么好的国家 尚且有这些 为数不少的个案出现 令到别人怀疑 这些为什么会这样死 又不是他自己要求 你可以想象 经济不是这么好的国家 或者不是这么自由的国家 会不会这些情况更多呢 会更将生命放在一个很不安定的 很不安全的边缘 变相灵安可能引致人心黄黄 好人好者 突然死了 还要是被人杀了 都不知为什么 还要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即使西方国家 自由的国家 对安乐死也有很多保留 有时他们不一定基于宗教的理由 尤其我所说的 很多都跟宗教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都是相当理性的 很多反对安乐死的人 都不是出于宗教的理由 就是因为很多顾忌 过去历史发生的事情 令到他们很害怕 将生命放在一个很危险的边缘 我们一直探索了 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知道教会 其实都是很爱所有的人 而真的面对一个人 要面对在临终的时候那种痛苦 又知道教会不容许这件事 甚至这家法例也不容许 其实教会一直在面对这些病人 或者这些临终的病人 会采取一个什么态度 教会很赞成人安乐地离开这个世界 他就会认为 什么可以帮助一个人安乐地离开这个世界 就是爱 所以教会是很同意善中服务 在医院 我想这里的医院也有善中服务 他非常支持 认为这是一个患病的人 面对死亡的人 最大的支持 最好的支持就是 让他在亲人 爱护底下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病人最大的支持他在痛苦当中 继续生存下去 刚才中间访问的时候 我记得阿神父你说过 有一个经验 就是一个患了血癌的女士 我想在你过往 无论在教书方面 教医疗伦理 或者在你牧民方面 总会有一些面对临终病人 一些很深刻的经验 可不可以和你讲一两个分享 我又没有什么特别 可能我说过自己的妈妈 我妈妈死在我自己的手里面 意思是死在我自己的 在我的怀抱里面 我妈妈一直等待 她都是患癌症 一直等待所有子女都能够赶回来 的确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回来了 唯有一个兄弟就赶回来 未到 她一直都在等待 等待昏迷 好像她冥冥中知道 但是当这个弟弟都回来了 我们就在她的床边做了一台尼撒 为她祈祷 我为她画十字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命 跟阿猛那一刻她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就会认为 天主特别爱护她 这些我们叫做安乐地离开这个世界 即是在爱围绕下离开 我们叫做善中 我们基督徒时都希望 这样是最有福气的死亡 不是主动地打针 让你早点死去那种死亡 听完神父你所说 令我突然想起 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 但能够在死亡的时候有尊严 这个才是生命终结的应有态度 再一次很感谢吴神父 今天来到我们多伦多的直播室 和我们去分享你所说的一些论理 尤其是安乐死 为什么不行的话题 希望你有机会 你再来到多伦多的时候 可以再到我们录影厂 去分享其他的话题 多谢吴神父 在收睇过这一集《生命恩传》之后 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欢迎你们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和我们聊聊 愿天主降福你和你的家人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在爱的恩传 青池炊残